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 2020年的1月6号 是吧 周末发生了很多不太太平的事 但是A股走得很太平 这个跟我们上周五讲的结论差不太多 是吧 我说咱们吧要分开 日线代表了六成仓 九十分钟线代表了四成仓 这个就简单了 你一旦分开之后就简单了 日线顿化消失 按规则应该买回六成仓 九十分钟线顿化消失 按规则应该买回四成仓 好吧 那么两个如果不消失呢 如果日线顿化还在 那就不买回 如果九十分钟线 顿化还在 它也不买回 对吧 结论就变得很简单和清晰了 与时间没有关系 与空间没有关系 与序列没有关系 与单阳侧顶没有关系 能理解的答应 好的 规则只是趋势为王 结构修边 日线顶部结构形成 我们卖出 卖的就是六成仓 卖出之后 日线 当时结构形成 卖出的时候 就跟咱们学员说了 纠错标准是 日线的顿化消失 为纠错标准 今天收盘 15点 在30分钟之前 日线 收盘价格 才出现了顿化消失 能理解不 就是今天才出现的 注意啊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顿化消失啊 这消失很明显啊 很明显 这两个字 就今天出现 就今天收盘出现 所以 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标准是量化的 消失 它就是消失啊 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顿化消失 进行纠错 它就是顿化消失 所以 不存在买不买回的问题 六成仓 必须买回 就是买不买 这个不要再研究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还在研究买不买 这是不对的啊 买是一定要买 按规则 六成仓就是买回 如果九十分钟 线顿化消失了 也应该买回四成仓 就是满仓了 所以 我们说 日线顿化消失 它其实决定了一个动作 这个行为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买入 然后我们再研究什么时候买 好吧 就是买入 那么买就会涉及到一些细节的问题 一会我们再讲 我们讲这张图呢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上周 大上周 注意啊 大上周我们做卖出 对吧 在这个位置上卖的 我们突破的时候买入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卖的 然后现在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在卖出之后继续上升 但是我们在中心 卖出的这个位置就定了 就定下来了 顿化消失 需要买回 上周也说 日线顿化消失 需要买回 所以现在不要讨论买不买的问题 买这个动作 以成为事实 就定下来按规则 就应该买回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在 以后再讲 什么时候 什么位置买 这是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九十分钟线 九十分钟线 今天很搞笑是吧 今天很搞笑啊 本来十四点有结论的啊 十四点 十四点这个值是一百三十九点四 记得吗 一百三十九点四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九点四 最高值是一百四十点五 是吧 差一个数 是吧 百分之一度不到 非常小 非常小 一波动 盘中大部分时间都是 消失两个嘴 是吧 都是消失两个嘴 在这一直出现着 是吧 今天上午开始 一直到下午两点 就是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这段时间 大部分时间 这九十分钟大概得有八十分钟 都是消失的 但突然 突然 是吧 在下午十四点的时候 这消失就没了 很戏剧性啊 很戏剧性 关键它只差了一个点 一百三十九点四 消失是多少呢 一百四十点五 差了一点一是吧 差了一点一 很戏剧性 然后呢 十四点那个写死之后 它就没有消失 没有出现消失啊 但是 你想想 已经一百三十九点四了 最高是一百四十点五 我说 到十五点一定会有结论 你要么你就结构形成 要么你就中华消失 为什么 没有波动空间了呀 往上一百三十九 往上涨一点就一百四 对吧 一百四就消失了 往下跌一点呢 你看 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跌到一百三十七点四 对吧 我说跌一点一个点 比方说 一百三十八点三 一百三十八 它可能就 结构形成了 这个呢 现在是一百三十七点四 对吧 只跌了 其实这么一点点啊 直接就结构形成了 它也是实施 注意上 它也是实施 就是九十分钟 我们一直说 我说这一波市场的上升 要提防九十分钟 形成结构 九十分钟 十五点 写死 九十分钟 结构形成 日线 顿化消失 一个代表六成 一个代表四成 那么按照规则 它的结论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需要买回六成仓 四成仓不用买 因为它现在是 顿化消失 但保不齐明天又来一个 现在是结构形成 保不齐明天又来一个顿化消失 对吧 如果顿化消失 那九十分钟 还得买回四成仓 能理解的大一 这跟我们上周 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好的 好的啊 但是今天上午呢 仍然是有很多的学员啊 非常的不淡定 是吧 我们把这事 其实讲的特别明白 但仍然会受到行情的影响 人性呢 是有弱点的 你不能总是被行情带着走 市场是万变的 你永远都快不过市场 你必须想明白这一点 如何应对市场的万变呢 就是要用不变的规则 来应对市场的万变 这一条我们讲了十年了 我们的规则从开始到现在 就没变过 规则很靠谱 人性是不靠谱的 所以按照规则 日线结构形成 卖出没毛病 注意啊 没毛病 我们在第八次趋势 突破的时候 选择了遵守趋势 前面七次呢 都没有挨这个趋势的打 但是第八次 面临了日线的两次顶部结构啊 我们还防了两次 对吧 结果还没防住 今天消失了 我们防了两次 所以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就认命啊 这个地方你就必须得这样做啊 日线结构形成 符合交易规则 卖出没毛病 纠错的标准 你看啊 从去年到现在 每次结构形成 我们纠错的标准 全部都是顿化消失 对不对 记得的打三 不记得的打四 不管是顶部结构 还是底部结构 我们买入或卖出的纠错标准 全部都是顿化消失 这没毛病吗 只不过什么 注意啊 大家都记得是吧 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顿化消失 纠错 对吧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我们结构一卖出或一买入 就不需要纠错 就直接注底或注顶了 不需要纠错 所以没用上这个顿化消失 你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 按结构买入或卖出 都是顿化消失 前面可能有纠错 但是距离现在很远的事了 近期 比方说今年 今年就没用上顿化消失 纠错 因为今年结构太好用了 对吧 但是我们的标准 一直是这样的 规则的标准 一直都是这样的 没变过 他不是说 针对这一波 我们用顿化消失 纠错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日线结构形成 卖出 然后日线顿化消失 纠错 买回 一直以来 都是规则 所以从操作上 日线结构卖出 今天才消失 理论上 从明天开始 才买回 对吧 仓位是六成仓 所以不要再研究 买不买的问题了 不要再研究 买不买的问题了 顿化消失 就是买回 我们现在研究 在什么地方买 好吧 在什么地方买 那么就是注重 细节的问题 细节的问题 好 请看下一张图 如果 你看现在有四个原因 导致这里买 不是最恰当的位置 第一个原因 90分钟线的顶部结构形成 这是第一个原因 90分钟线顶部结构形成 代表它有可能跌九天 对吧 有可能 它不是一定的 有可能跌九天 第一个原因 结构 第二个原因 日线序列出七 高七 什么时候出九啊 按目前来讲 什么时候出九 后天 对吧 但是九可以前一个交易日 也可以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这两天呢 我觉得追涨的风险是有的 明天和后天 追涨的风险是有的 你看这个九啊 这个九 这个九是后一个交易日 发现没有 九完之后又涨一天 然后就注高点 这块也没有结构 注意啊 这个 这个位置是没有结构的 9月9号的高点 没有结构 没有顶部结构 没有顶部结构 然后你如果在这个高九的位置 追进去 那你只能按趋势 就到这一天卖出 然后趋势突破 买入 然后趋势迫位 卖出 趋势突破 买入 然后趋势迫位 卖出 到这的时候 我估计在这个阶段 你就懵了 后面真正突破趋势的时候 是在这个点 对吧 你就不敢再卖了 所以交易 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所以我们前面几次都没挨找打 然后第八次 让大家遵守趋势 你说这个其实预判啊 这个时间节点是不错的 所以把第一波 就这一波的上半波给做到了 下半波没做到 但是它是 就是从规则来讲 你就不应该做到 能理解不 你说我下半 我就日线顶部结构 我就不卖 我就能把下半波给做到了 可是它就不符合规则了 这就是逻辑问题 所以你在面临这种时候的时候 你是面临抉择的 你到底是不是要遵守规则的问题 所以日线初七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所以至少 不管明天和后天 周二和周三是怎么样长 我们都不追 因为七后面有九 九的时间是周三 就是时间的角度 序列时间的角度 还有一个时间的角度 就是 这 稍等 还有一个时间的角度 就是这 这一波 长了多少天 24天 目前从这到现在 长了多少天 25天 到今天25天 25天 所以也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关口 两个时间 就是24 然后25 然后呢 其实你不一定非得要求它在24附近 对吧 24之前就是 这是8月6号 对吧 8月6号 之前的下跌是25 注意啊 这个下跌是25天 然后涨24天 现在到目前为止是25 你不一定非得要求它24 它可以是25 也可以是26 也可以是27 但是呢 就是说 当它一波行情走了这样的一个 日线周期的时候呢 它会受到一定的自然阻力 这个阻力来自于历史重复发生 好吧 这第三个也是时间的 就是第一个是结构的 90分钟结构形成 60分钟结构形成 第二个是时间的 九转序列高期 第三个也是时间的 日线25天的上升 第四个 再把这张图传一下啊 给我画得稀里哗啦的 请看啊 第四个 单阳侧顶 阶段性底部的阳线 它的值是10789 这个值早就知道 注意啊 这一波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值 10789 但问题呢 就是它不是最低点 是吧 它不是 它就是说 它是上升途中的一个回调性的低点 那你如果 要不要算这个数呢 但是今天有个人提出来 算什么12月8号 还是几号 那肯定就不对了 你不可能算这个值 阶段性最底部的 大阳线 是吧 来算 这个值呢 是10789 就这一波的启动点 阳线 10789 单阳侧顶 用阶段性的 最底部的低点 它的阳线 来计算这一波行情的高度 叫做单阳侧顶 得出来的是10789 最高 今天最高的值是10799 10799 所以呢 这个问题在于什么 空间 这一波上升的空间 到目前的一个位置 也到位了 这是第四个原因 那么这四个原因 加起来 请注意 都不能抵过 结构形成 结构日线的 顿化消失 90分钟线 结构形成 然后 日线高期 等等 这些全部加起来 不能抵消 日线的顿化消失 即 六层仓 还是要买 但问题 关键是 在什么位置上买 所以我不建议 在明天和后天 卖出 如果90分钟线 对应的调整 是9天的话 在90分钟 结构不消失的情况下 在未来的9天之内 就是第三天 到第9天 这段时间 买回 择机买回 能理解的 大一 不理解的 大二 好 再说一遍 不建议明天和后天 就是周二周三 不建议 那么90分钟线 通常对应 9天的回调周期 在90分钟线 结构不消失的前提下 我们将在 第三天到第9天之间 买回 一定会买回 六层仓 好不好 不买呀 没说买呀 什么情况 好吧 这第一结论 第一结论 就是你先把这个明天 后天这两天 这买完之后 就可能追到高点 但是 这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 如果你输不了 你说我就要买回 不违反规则 好不好 不违反规则 你说我就想买回 不违反规则 好不好 90分钟线结构消失 怎么办 90分钟线结构消失 你不仅把那六层仓买回 你那四层仓还得买回 注意啊 就不是买六层了 你要买十层 依然是 是吧 择机买回 但你至少明天 后天不能买 就是这个日线高酒 你不能不理他呀 这个我们还是做 跟踪分析 注意啊 我们一定会是做 你看近期已经说了 我们不 我们不做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我们要做跟踪分析 就是今天说明天 我们周五说今天怎么说的 还记得吗 我说周一有可能出现 日线顿化消失 大概率 但是90分钟线不一定 对吧 是分开说的吧 但你看今天的走势 是不是这样的 日线顿化消失 可是90分钟结构形成 对吧 咱俩是分开的 从目前来看呢 就是日线顿化消失 它是决定了一个行为动作 这个动作是买 这个不要再犹豫了 这买这个动作已经定了 就无非是什么时候买而已 如果它出现回调呢 也不一定非它买的回调的最低点 你这差不多 所以当时比方说啊 这个这个未来可能会有 你像这一波啊 大家注意啊 就是9月9号 出现日线高久之后 出现14个交易日的回调 这个地方出现高久之后 出现16个交易日 这是16啊 这是14 就是说 呃 9月9号 日线高久之后 14 16 但是呢 就是说目前来讲 我们没有依据 对吧 没有依据 那90分钟有一个 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暂定 暂定啊 但这期间 注意啊 这期间随时有可能买回 比方说 第三到第九是吧 第三天算不算 第四天算不算 如果明天出现大幅下跌了 假如说明天出现大幅下跌呢 请问 日线没有序列了哟 注意啊 这个七 明天如果夸一根大阴线 没有序列了哟 日线睡了哟 那搞不好 我们明天就买了 所以我们会根据 最新的情况来推断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 这六成仓的买回 会在第三到第九天 之间内买回 但不管怎么样 买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动作 一定不涉及到买不买的问题 一定会买 好吧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问题可以问啊 老师分析一下国际行举 不太想说啊 不太想说 这美国 这算是惹祸了 是吧 我跟大家说一些军事上的吧 就是美国是世界第一党 军事上第一的 伊朗是世界上第十四 世界上排名第十四 但是他其实这个 是吧 呼吁架 很多这个 这个 实业派的啊 迅尼派的 稍微差一点啊 实业派的 那都是他的 就不只是伊朗了 很多的国家 那都是忠实的信徒 这个 这次属于什么呀 谋杀嘛 这不是 在别人国家的领土 把别人国家的 一个高级将领给杀了 这不 这不 这不开完药一样 就跟 我估计将来肯定得拍成大片 所以啊 我估计好戏还在后面呢 这只是刚开始 刚开始 所以你看 整个 这个 今天啊 包括这个上周 欧洲 美国 今天早盘的亚洲 都跌得稀里哗啦的 A股还算不错 是吧 挺蒸气的啊 A股还算不错 挺蒸气的 但是A股向来不走寻常路 是吧 不走寻常路 举头三尺有神明 神明就是无人机 所以 所以于 于交易啊 注意让大家于交易啊 是要严格遵守规则的 规则是很靠谱的 人性是不靠谱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乱了方寸 我说最严重的 最差的操作是什么操作 你要么你就完全不信规则 你就凭感觉来 是吧 要么呢 你就完全信规则 最怕什么呀呢 一会信一会不信的 左右摇摆 左右摇摆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跟可能会出现 跟市场节奏刚好相反 注意啊按规则 我们这个六成仓 就是一定要买回的 这不存在买不买的问题啊 国际是什么时候买 逢高买 还是逢低买 还是追高买 反正要买 然后呢 我们一步一步说 好吧 一步一步说 但是明天后天不买 是吧 八九 或者说明天后天 买的概率比较低 好吧 我们不能说完全不买啊 买的概率比较低 对 有人说啊 就是美国现在忙着中东了 不理中国了 我们贸易战可能就会被缓和啊 所以导致市场的上涨 这不关键啊 不关键 我刚才说了啊 如果你是价格包容一切的忠实信徒 我曾经说过 我是价格包容一切的忠实信徒 你可以不看 什么美国啊 什么中东啊 不看 不理 就用收盘价格 你看我们今天的结论 跟那个消息没关系 他们打他们的 收盘价格仍然出现顿化消失 我仍然迈回 对不对 他们打他们的 这就是价格包容一切 它包容了国际形势 好吧 然后呢 就是说 你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说规则呢 它会有顺境和逆境之分 我们多讲一会儿 现在16.02 规则呢 会有顺境和逆境之分 你不能总生活在顺境里 那你对规则的认知是不够全面的 你一定要经历逆境 就像现在 按规则我们应该日线结构形成应该卖出 卖出之后继续涨 这就是逆境 你一定要经历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做过太大的变化 结构卖出或者结构抄底 全部都是顿化消失纠错 只不过呢 前面都是顺境 1月4号买入 不需要纠错 1月4号最低点 4月8号卖出 不需要纠错 那个 4月8号之后的第一波 下跌 咱们5月中下旬那次买入 当时纠错的标准还记得吗 6月6号差一点就纠错了 还记得不 我们买入 说动画消失就卖出 6月6号没消失 中央没消失 但是当时定的标准可是 动画消失纠错呀 所以它也没纠错 对吧 1月份 4月份 6月份 之后呢 就没结构 顶部就没结构 然后12月份来个日线 顶部结构 卖出 然后仍然是日线顿花消失就错 今天才顿花消失啊 那你说从整个操作来讲 是不是 从于规则是没有错误的 你别跟我说什么 老师啊 你看我们长得这么多 这个没有操位 那是行情 那是行情 我说于规则没有错误 行情不可能每次都对 做不到 然后我是做不到 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 带领大家严格遵守规则 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到这件事 就做好这一件事 十年磨这一件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经历一些逆境啊 是有好处的 我以前经常跟大家说正反合 也有跟大家说这个运气的事 对吧 我说你有时候会有好运气 有时候也会有坏运气 整体来讲是公平的 好运气和换运气是平衡的 你如果只是认识到 在规则的顺境里 那你对规则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也正是因为对于规则的认知的偏差 才会导致今天上午有一部分学员 情绪上出现极大的波动 但我告诉你 你如果经历了这一遭 规则逆境的时段 经历了并接受了 你就算过了一关 你才会对市场和对规则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你接受了它好的一面 也接受了它不好的一面 这样才成熟 祝大家早一点成熟起来 好吧 好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6点06分 日线什么时候会再次形成结构 出现回调然后再次上升 出现回调的时候要出绿角线 然后再次上升 买注意什么 选股仍然是上次跟大家说的 金三胖或 你看今天有学员说金三胖 加天时选股里的价值优选和龙头基因 这不对 你如果是加就代表什么 它们三个要同时都符合 实际上我们更没有那样要求 我说金三胖或 那就代表 要么就是金三胖 要么就是天时选股的价值优选 加龙头基因 或跟何的区别 特斯拉产业链 你看某研报看多了吧 好吧 我只是这样建议 你们可以遵守 也可以不遵守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我只给你正确的建议 这个正确是符合规则 至于它是不是能够跟行情契合 这个我们不敢保证 但是你长期长时间尊重规则 有纪律 一直人性 人性是放纵的 想怎么交易怎么交易 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你看有些时候我在学员区里怼学员 很多人 老师就怎么怼人呢 学员区不是让你想说什么话 就说什么话的地方 必须有管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交易也是一样 交易就是控制 人性是放纵 所以规则是要解决控制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始终沿着规则这条路 坚持的走下去 这个才叫做十年一见 好吧 你愿意遵守 你就跟着来 你不愿意遵守 没人强求你 好不好 好了 不多讲了 十六点十分 咱们今天加了十分钟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